hello大家好 今天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 不出意外 我又一次出发出去六代一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到天津了 但是因为徐老师还没起 所以我和朱许决定分别到徐老师家一起见面 然后再去我们今天打算去的地方 我们就一会儿见 我已经打车到等他们俩的地方了 果然他们俩还没过来 六转 请注意安全 我已经打车到等他们俩的地方了 你为什么我觉得你真人比上镜瘦好多啊 我也觉得瘦了 主要是我这个 我这块的装板 画完 不是很熟练 画完拍出来跟没画一样 草天津真他们艺术 原来是我太他们傻皮了 老阿姨的饭后补妆 遮一下胡子 遮一下胡子 不要告诉大家我有胡子 我昨晚就已经刮完了 谢谢 我这还没对象 别告诉大家 别告诉大家有胡子啊 接下来在没有胡子的徐老师的带领下 我和有胡子的赵老师 我们三个一起去了天津一个叫彼此的咖啡馆 我之前也讨厅 超过来 我们下期的赵老师 海人热的外面 太过弱了 对 太过弱了 我只想这个什么 可以 可以 行吗 也可以 这个好好吃 很好看啊 它不没在里面 我那里面不好看 还好 我 我们把这两个小金属的拨片拨开 我们今天的第一项呢 就是就拍了两张810的斯拉片 上次拍摄的翻车了 因为底片过去 所以这次我们就试了一个比较后期点的底片 以及保利来809 非常庆幸 这次呢还都算比较成功 大哥你这810 你F11我觉得这都不小了 对 我F11也挺大了 对啊 这次黑白这张呢 出来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关于保利来809呢 大家可能看着很失败 对吧 因为又有缺角又偏色 但是我之前呢 也拍过一盒15张809 我那盒呢 没有这么严重的缺角 就是药液还是足的 但是也是偏色非常非常严重 毕竟它已经过期特别久了 然后我们拍这一张呢 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至少 徐老师的脸全部都露出来了 然后呢 因为用的也是红圈镜头 整个的相片的 不能说相片吧 整个的分辨率也是比较到位的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 整个成像的这个反差呀 还是比较不错的 在我个人觉得吧 有像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不错 拍到了 竟然拍到了 竟然拍到了 但是这个 屎蓝色还是屎绿色 真的好丑 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 还不进来 消费一碗 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正好没有切到你的脸 老师一直吐槽说 这眼袋很大 没错 这是眼袋大的问题吗 不是 是人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这一定是拍的问题 这相纸不行 不是 这快门按的不行 拍的不行 拍的不行 纸的问题 可能在我的视频里 大家看着 整个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要带出去 不论是底片也好 那个压片机也好 相机 镜头 然后以及三脚架 等等 这些东西 其实是个 非常麻烦的工作 所以非常非常 感谢主席的辛苦 但是非常感谢主席的工作 我们也觉得非常好 对我们的工作